个个都是大长腿,不仅长得美,打起仗来也绝不含糊。 那么,这么多大长腿美女退役后做什么呢? 可能很多人会说去当模特,但是事实并非如此,大多数女兵都是选择嫁人,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。 二战结束后,苏联伤亡惨重,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 如今的俄罗斯更为严重,男女比例约为1比1.16。 别小看这个1比1.16,俄罗斯总人口将近2亿,也就是说女性要比男性多出来一千多万。 可以说俄罗斯的美女遍地确实难将。 这些女兵退役后,最想干的事情莫故于找男人了。 还有很多俄罗斯女兵嫁入中国,没办法,毕竟多出来一千多万女性,有句话形容再合适不过了,先下手围墙,后下手遭殃。 对于俄罗斯美女来中国巡夫的事实在是太常见了。 但是,小智我说下个人的所见所闻。 曾经小智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发的帖子。